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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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他又不像那個什麼 他已經之前得過 所以他之前不會像那個什麼 馬丁史克西斯那樣又要在那邊 等好久要補給你講那種狀態 他早就沒有這個問題了 但是因為他又一直 因為他一直都很政治正確 他的他的那個 講的那個東西 講政治正確其實也不是很準確 我覺得他其實有點像是 美國的精神 他變成他在拍美國精神電影 那 變成有點在講教科書的東西 對那 對只是說他他是手段他是手法非常高超的那個什麼 的教科書大師 郵報不如間諜巧 我覺得沒有我覺得那個他們兩個 我分不太出高下 然後 間諜喬 間諜喬那個什麼是男男性在對抗逆境 但是郵報是女性在對抗 逆境 對 那 我覺得我兩部我都蠻喜歡 雖然說我覺得這幾年來的那個 史蒂芬史皮博的片 已經沒有像我以前在看 看他的那個票房大片的時候給我的那種爽感 他好像在什麼什麼戰馬跟那個木鱗黑之後他的風格就開始變化 我覺得他從我覺得他從世界大戰就就已經在變了 對啊 那是那一部比較早 其實都差不多 差不多 就差不多 因為我 我個人覺得最明確的那個是從911 之後 911之後他變 郵報不如新德論的名單嗎 沒有耶我其實現在看新德論的名單我覺得他有點他很講起 很故意 他很故意 那個時候的他很 那個 納粹在那個 彈琴裡面那一幕 我覺得他整個都很刻意啊 他像他那個什麼 幫助猶太人 然後或者是什麼 那個最後超刻意 對啊 那個很 還有這個什麼 躲起來 或是什麼 那些都很 都很刻意 我覺得反正他他這幾年的片 比他那個時候強 他那個時候的其實就是一個年輕人然後分世技術然後那個時候要告訴你那個人有多壞然後我跟我們這邊有多好的那種片 對 那我覺得他現在已經比較 有點兩邊有點那個他他他他會變成說他會知道他現在的電影已經沒有絕對的散熱這件事情 雖然說 還是有一個醜角化的壞人 尼克森 但是我覺得像間諜橋那種 但是我覺得像間諜橋那種 你都已經看不到 真正那個好或壞了 然後你直接看到 在這一篇很複雜的世界裡面 有一個人想要試圖維持他的精神 要維持他的原則 的故事 辛德勒就是 那個這個人簡直是偉大救世主 然後弄的狀態 我覺得不一樣 他他他他這十年這幾十年的磨練已經 不太一樣 我覺得 他現在在派辛德勒可能 不會是這個樣子 對啊 他的確 對我 像我像我們都是看那個 史蒂普的電影長大嗎 其實我也是 就是 在那個慕尼黑 世界大戰 那一陣子之後 突然覺得說 這個人的片子 變得不太一樣 已經不是 我說以前所熟悉的 史蒂普那樣子 我覺得他的間諜橋 不是間諜橋 慕尼黑 他 他 有想要講最多的事情 對 我覺得他 那部片是他拍的 非常非常的凝重 你知道 就是 我都覺得他 他有點在 其實我覺得不需要拍到三個鐘頭 但是他把他拍到三個鐘頭 就是你就就知道說他其實 有很很多事情想要告訴你 對 就是有一點 而且已經講完了 他還要再講一次的那種感覺 對 那 在這之前我覺得那個 因為之前那個什麼 史蒂普在在 太有名了 所以台灣其實坊間都可以看到很多他的傳記 就是 然後我真的看過一本 一本 然後那一本我覺得寫得還蠻不錯的 因為那一本其實沒有沒有沒有格公頌 你知道那一本其實有點 他有點試圖去解析他心理狀態這樣子 這麼神奇 對 應該不是就是他有點有點側面批判了 因為就好像就是 就是看他另外一面 影評人寫的還是 應該是 那個報 應該是那個什麼 美國的記者寫 就是那種寫那種寫那個報導文學 那個 然後他 就大概是寫說其實那個 史蒂普一直都很 想要套另外一個世界 在年輕的時候 你知道就是他有 他有一種那個什麼 覺得 因為他說他會拍第三類奇蹟 那種的 就是 是他真的這樣想的 你知道嗎 就第三類奇蹟 那叫 那叫第三類奇蹟 第三類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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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在講說 一個人 那個時候他被外星 外星人召喚 然後那個時候 去了更好的地方 這樣子 對那 那我覺得他其實 電影裡面講說他其實那個時候也 一心想要 就是 他很甚至 當時有發生是 幽浮 跑出來 然後 那個史蒂普口口聲稱 聲稱自己 有看到幽浮 就是他那個時候其實一直 都覺得那個時候想要營造一個更好的世界 而且希望是 大家都能夠往那個更好的世界前進 去住在那個地方 那麼之類的 所以他東西在早年 有很多幻想的 得得得得得得得的東西在裡面 那當然其實那時候也有講說那是1970年代的 的那個美國人其實也都有類似的情況就是他們其實過得很苦悶了 所以是希望有一個美好的世界我們可以過去所以既然才會發現才會出現第三 就是第三類接觸這樣子的電影就是哇那個什麼 外星人來然後那個時候他帶你往更好的地方前進去那為什麼那這個地方很爛 美國這個地方很爛 然後他後來他那時候拍的幾部片都有這種味道一體也是這一種狀態 就是那個一般人住的地方是一個那種 很苦悶的地方就是那個時候最美好的事物從外星來 然後那可是他到 到到拍那個什麼 他都拍那個那個新德樂名單的時候開始 開始穩定下來 就在這之前他都在都在都想要去更好的地方然後去玩啊然後什麼的 然後 從那個時候住了紀公園有沒有 在接下來要拍那個新德樂名單之後你會發現他後來 在叫他拍那種東西就他就沒有辦法拍那麼好了他至少在拍那個什麼失落世界的時候已經已經沒有那麼好看 已經變已經變了他已經變了法貴奇兵第四集 對到到那個他到後面的電影其實他也有試圖做一些其他東西像關鍵報告啊什麼AI啊 這種東西 那那個時候是他在嘗試的時候那AI其實拍得不好啦 對那關鍵報告我倒是覺得還不錯 對就是那個時候可是你可以看到他關鍵報告拍得不錯你會知道他其實也在掙扎 他其實有一點在 他進入中年危機 他在他開始在那邊做那種糾結的事情不再像以前一樣那麼浪漫 不再那麼浪漫然後那麼那麼熱情 那個評論者都說 史蒂博是長不大小 對那個那個時候很明顯的就是甚至他怕想要拍那種那個戰爭電影太陽帝國 我們到日本日本戰鬥機被美化的那麼漂亮 就是就是 裡面克里斯丁貝爾 就是一個小男孩那根本就是史蒂芬斯皮果的化身 他看到一個飛機飛過去他好 那個男孩在戰地裡面他其實都已經忘記了他自己 其實是在戰場裡面他只是想他一心只是覺得那個飛機好不好 要飛過去這樣子的那種感覺 所以即使對方是敵人的飛機 他那個時候還會跟他在那邊還會在那邊叫好就覺得臨時戰鬥機超帥的這樣子 那個我覺得很特別就是那個很明顯是完全他心理狀態 但是現在的他早就已經穩定下來現在他其實 好像就覺得自己好像要給後代留點什麼東西的感覺 你知道嗎就是要交中交效 就是就是老年情況 對就是我就是 很怕自己沒有什麼東西留下來然後可能自己有了孩子什麼就是 就是要留一點東西給孩子就跟你講說美國有多棒 然後林肯 然後拍間諜巧 而且拍的手法都越反而越來越 就是也是反腐歸正的感覺啦沒有像九年代玩那麼多東西 他以前會玩很多那種那個什麼調度啊 他現在反而越來越不會做這種事情 可是我第一次覺得他的那個 片子就是啊 越來越純粹是看林肯的時候 林肯真的是很純粹 很純粹就的話沒沒想到說 sheepko拍了一個這麼純 純粹的一部片子讓我就開始想到說 應該是應該真的老了 老了並不是指說他的 對話是指出他 追求東西變 但是我 我覺得他雖然老了 但是他的東西還是很親切 就跟雷利思考特比起來 他東西很親切 你知道雷利思考特的東西 很冷硬 就是看金錢世界跟 跟郵報秘戰 你會感覺到 兩兩兩兩兩兩兩的作者差很多 就是 十批分十批薄的東西你會他會放一些可愛的東西進去會讓你覺得很溫暖 你知道你會覺得這個是這裡面的人都很可親 你知道嗎 可是 這東西很冷漠 他裡面的人在在痛苦在那鏡頭都其實是能的 他不會 他就是能源旁觀整個事情 這樣子 就是我覺得啦好萊塢其實 比較喜歡史蒂芬斯皮波這一種這種這種派發 所以我覺得我也不知道不知道是不是這個原因 雷蒂斯考特從來都沒有得過強 之前那個誰奧斯卡 砍成玻璃尼克里的那個社團曾經有聊過說 你覺得 最過癒的導演到 是誰 然後有人一直在指雷蒂斯考特 然後那時候就在那邊受不了說 你知道他從來沒得過獎嗎 他哪是什麼 他是哪是什麼過癒 他是最大的遺珠吧 就是 他的東西其實有他東西厲害的地方 但是我也跟你就是 也要開始跟你聊過這個東西 就是 好萊塢其實比較喜歡文本 強的 強的導演 對 對 那 雷蒂斯考特正好就是 他在文本上其實有一定的高度 但是他其實顯然在在那個視覺 調度上面他更強 然後 所以就變成他我就不知道為什麼他是不是在這種 是不是因為這個原因所以他一直都 沒有 然後還有可能跟他的個性有點關係 他好像一直都展現出他不屑 這種東西的那種感覺 你知道 神鬼戰士有拿最佳影片 但是他還是沒有拿到最佳導演 你知道嗎 他從來沒踏過導演講 對啊 其實老實說 真的跟雷蒂斯考特他 私下的那種 你說個性嗎 私下個性的記錄其實很少 像史希普就很多 啊 從小就小男孩然後 沒有跟跟人玩電影遊戲然後長大一個男生 我覺得 還有啊 史皮國隊跟好萊塢的在好萊塢人員也很好 火星不是火星任務內部是絕地救援火星任務是 火星任務好像是布蘭迪帕瑪牌 Mission in the Mars 顏能否嗎 其實我覺得絕地救援是最 不像 雷蒂斯考特的片 其實我也覺得 他那一部意外的有 有有溫情 但是我也覺得我那時候看的時候我看到有點想感傷啊因為我覺得他其實在講他自己 那是他意外犯感情的片因為 好了這個我已經講過很多次我說我在看絕地救援的時候我其實是 我腦補的狀態很大 因為我想的其實是雷蒂斯考特應該很寂寞吧 因為他前一年他弟才過世 然後我就覺得他前一年的那個什麼 在講那個天地王者的時候還是兄弟的故事 然後哥哥跟弟弟然後再增一個理念的故事 那第二 絕地救援 只剩下一個人 然後一個人在火星上過火 所以我才不要死在這個地方什麼的 他很努力的在火下來 我都覺得有點某種程度好像在 他接這種片好像在講他自己的事情的感覺 所以可能可能也是因為這種原因所以我覺得他意外的很有溫度 你知道 好啦這個這個其實我是我的腦補 我不我不確定是不是真的是這個樣子 只是我自己看的時候很感傷 我那時候聽你這樣腦補我覺得還蠻有道理的 因為我本身對那個 那個絕地救援那個 一開始看完我覺得還好 就覺得說雷蒂斯考特 拍了一部很商業的片子 然後後來聽你這樣講 我覺得 因為 聽你這樣一講完突然我對那個絕地救援的那個評價高了好幾分 沒有因為還有一個部分 因為我覺得啦 單身和都能夠 看懂絕地救援是什麼 自己一個人想辦法生活 對什麼事情都要自己想辦法的 對然後你要自己不斷的想辦法 開玩笑 激勵你自己 但是你也到你也到最後你也是忍不住會悲傷的 你也忍不住會寂寞的 對所以他在他在電影裡面把這個面向 這些面向全部都弄出來 所以我覺得那部片對我來說其實還共鳴還蠻深的 好啦 好啦 好啦時間也不早了晚上1點18分 對希望那個什麼大家 線上的 我們有幾位朋友 100位 100位啊 啊100位 感謝 感謝還是可以 還可以啦 OK啦 因為上個禮拜其實那個什麼有點破紀錄 可能是因為黑豹吧 對啊 就 155位 最高有到150 這樣子 我算是那個那個 聽那個你們的存檔然後那個 馬口都那個說那個我們這一群最帥的人就成有一個 好啦 有點不太服氣 我自認那個 不太服氣嗎 我自認是那個夜未棉之花 你不是什麼金城武 夜未棉之花 那下次那個什麼網路順的時候再露臉吧 你知道我特別開那個什麼 分割畫面就是想說以後可以那個 因為 其實主要因為那個版型 一開始那個版型是為了YouTube的設計 對 可是我後來發現這個版型其實不是不是很好 因為 大家的那個什麼 框框被框框太多 然後 有很多東西其實被割開來 所以還不如那個 我們直接做二分割就好 對啊 那個我覺得那個有露臉那個觀眾的參與意願度會大 喔好吧 OK 好啦 網路不太穩 有露臉有露臉 好啦那個 露臉就好不要露屌 露屌也不可以勃起 好啦好啦感謝大家今天收看 感謝大家 我憋尿憋了很久 所以 那個什麼要趕快結束去尿尿 好啦 感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那個我們下個禮拜再見 好 謝謝 拜拜 感謝您的收看 喜歡的話歡迎訂閱頻道喔 You still care about it, don't you? Don't lie to me! 我們下個禮拜 geen做個禮拜 不要緊 那 什麼 好 這 出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